接著我們看這個雲端去背 各位你不錄影 但是你有做簡報的機會吧 對不對 有沒有做影片的機會 也有可能 但是簡報應該是跟你最貼身的 請問你要把照片去背 你覺得好不好用 應該不太容易用對不對 我可以現場徵求一位同學嗎 或老師 可以來前面嗎 有沒有哪位同學或老師可以來前面一下 我會跟著你 你不用擔心 有沒有 有沒有 都這麼客氣 真的 老胡借我們用一下 來來來 在這邊 這樣子 你知道我們攝影機品質是好的 你有蘋果光芒 應該有體驗過 有蘋果的光芒 攝影機也會好一點對不對 好 上課沒玩過大頭貼 鏡頭在那 不是這個 不好意思這是我等一下要用的 我才有三條鏡頭 我們在這裡 好 好 那您看著鏡頭 我們就準備囉 一二三 好 請問這樣滿意嗎 OK 可以啦 上課要先問一下滿不滿意才可以送出去啊 可以齁 好請坐請坐 謝謝謝謝 好我們就把這一張 你可以儲存下來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複製都可以 好我先把它複製就好 我連複都懶得複 來我把它收起來 現在呢我們就進到剛剛那個服務裡面去喔 現在把這邊 好收起來 我們進到剛剛那個服務去 這裡你往下捲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他的網址 點開 我現在已經把剛剛同學的畫面 我已經拍在這裡 拍在我的剪貼簿裡面了 你看一進來有沒有就有簡體中文 至少你也沒有任何障礙吧 好 因為 我的圖片已經在剪貼簿 所以我就Ctrl加V貼上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是在自己電腦裡面或手機上的 你當然可以用上傳圖片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在網路上的圖片 就像我們剛剛一樣複製 就直接Ctrl加V 有看到了嗎 Ctrl加V 有沒有 就貼上去 來 Ctrl加V 貼上去 各位這樣會不會太快 需要不要找另外一個同學來試看看 這樣太快的請舉手 你們都不覺得這AI好厲害 我可以講 他去年我認識他的時候 去年底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只認識人 但是你們放寒假放暑假 他沒放假 所以今年的時候 他已經什麼東西都認得了 有沒有簡單 簡單 那你看這邊 他只有這樣嗎 不是喔 他還有除了下載 有沒有可以編輯 你可以按一下 因為我們一般在做這個時候 如果這是圓圖對不對 往這裡放大一點好了 這樣 這是圓圖 有時候如果你要專業相機的 有沒有景深的感覺 後面有沒有自動背景模糊 有喔 好 我回來一下 你往下走 我跟他應該沒有批個彩虹旗吧 對不對 現在是合法的喔 我們要出去玩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所以下次要到此一遊 再加就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以後你要拍大頭照去哪裡拍 你們以前都不是拿去照相館嗎 現在都在哪裡拍 可不可以上傳自己的背景 可以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用顏色喔 這樣 還是要這樣 還是要照相館 好不好 有沒有簡單 這樣你知道照相館的生意 他本來只剩證件照會賺錢了 現在只剩洗出來而已 連拍都沒有機會了有沒有 各位這個介面 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他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因為他是雲端服務 所以當然Mac也是同享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簡單 真的超簡單 那他不是只有這樣子 你如果要復原 你可以回到這邊 有沒有在顏色下面這裡 那麼他還有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他還是沒有做好 所以他也有提供這個 橡皮擦跟還原的工具 如果你覺得我們之間 中間有東西沒有去好 你就可以用橡皮栽帶擦一擦 或者把它還原 去太多的把它還原回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好的我就把它下載下來囉 download 再按一下download 各位有沒有發現很討厭 他連問你的名字都懶得問你 有沒有直接下載下來了 還是你覺得要註冊一下 你比較有身份的感覺 這樣是不是簡單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那他的利基要在哪裡 對啊 你說看廣告好像也沒有什麼廣告啊 有 他有利基 他的利基就是 他提供給我們的 是中小型的 你真正要比較大型的 比如說你要印刷 或你要做比較大張的 他就屬於付費的 好就是要扣點數 就是你要買點數去扣就對了 看你要做多少 但是呢中小型的 我們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你的螢幕上 對不對 螢幕上包括什麼 好 簡報 包括影片 包括相片 是不是都可以用 大頭照當然沒問題 大頭照也是小張的嘛 所以就都還OK 這樣會不會的 來 所以這個呢 我找一個 我們這裡一定有 Office PowerPoint 你看 好我們就找一個背景 進來 各位 就給他這樣這樣 丟進來 有沒有去背了 所以這個格式你要認識 叫做PNG PNG是現在 很重要的格式之一 那問一下同學 有沒有想要考考他的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 用的人嘛 你有沒有覺得你還有什麼東西 要考考他 我剛剛講過 他現在什麼都認得了 有沒有你想要考他什麼的 頭髮 人就有 好來來來 你要找什麼 頭髮 這個叫做 頭髮飄逸 這樣可以嗎 老師不能用語音的喔 你們怎麼這樣 這樣不公平啊 我只用打字的 你要拿一張 他有一個原則 就是要怎麼樣 盡量 主體要完整清楚就好 主體完整清楚 所以 你覺得哪一張 這一張 還是要這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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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當學生的時候多好 你只要負責出出嘴巴就好 好啦 又不用你做 AI幫你做啊 你要哪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 我們看他 喔這裡有一點點 法師 這一張可以嗎 借用一下好了 你應該知道我不用下載了 複製 拿過來 Ctrl加V 這樣可以嗎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編輯看看 按一下 給他 不一樣的顏色 好放大放大 放大放大 來拿下來一點 上來上來 你覺得這裡法師有沒有去掉 有沒有 請問你有學過Photoshop嗎 這樣有比你快一點嗎 我以前也很認真學Photoshop 我跟你講 但是 沒辦法被打敗就被打敗了 所以呢 這個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你要看 你可以搭配不同的背景 然後呢去看 他那個法師那邊 像這邊他就沒有去 有沒有 這裡 可是左手邊這邊是有的 這一塊 因為他剛好那個彎 是比較那個 所以他也有一點點不OK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 稍微塗 不過這個 他的這種去除的工具 就比較遜一點 有沒有 就不像剛剛那一種 就不像剛剛那一種 所以你要再還原回來 你可以再塗 有沒有 這樣再塗一下 那我想 你用Photoshop做這一塊 應該會比你做整塊容易吧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 還有沒有你要考他什麼的 現在你都考人而已 你可以考他不是人的部分 不是人的部分 你可以考考什麼 對啊 動物啊 寵物啊 其實都可以啊 你想養狗養貓還是養兔子 還好 我想說 來個蜥蜜 貓咪是嗎 好我們就來找找看 貓貓貓 好來 來貓 來貓你要哪一隻 請問你要哪一隻 一個原則就是盡量主體要完整 你那個只露一點點的 他就可能說 這隻比較猛可以嗎 好 複製 拿來貼上 你們可以自己同步 看你要怎麼測試他都沒關係 反正你是主考官 這樣 看一下 這裡 放大一點 有沒有 胡鬚也還在 他沒有被剃掉 所以其實 雖然微軟也有一個什麼 Office裡面有一道背景藝術工具 但是他要做這一塊就沒辦法做 這是他做不到的 真的 我也必須承認 Adobe前一週 前兩週還前一週 剛發表的那個 2020 Photoshop也有類似這樣的AI功能 但是 我跟你講 Adobe的還在幼稚園階段 這個已經長大了 這個AI比較厲害 真的 真的 好 那我們再找找看喔 你可以再找其他的 像你們找家具的也可以啊 你知道嗎 找什麼 沙發 你看看 假設我要找這個好的 這個要把沙發拿出來 你覺得 理論上不太難嘛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還有時間啊 哈哈 給你一分鐘 人家 五秒鐘做完 那是你要做 還是他要做 當然丟給他做啊 有沒有沙發就出來了 這裡是沒有做好 沒關係 編輯一下 這個時候他的工具 這裡還原 你就來這邊 放大放大放大 好 放大好了 沙發幫我還回來 這樣有沒有回來了 對不對 自己稍微塗一下是不是回來了 對 他難免有 不容易的 那 目前我有測過 什麼東西比較不OK的 有 像那種花花草草樹木的那種 因為他生長的環境背景就是很複雜 那種區別的效果長 但是大部分的 他真的 主體完整的 就是 像這樣的 其實效果都很不錯 各位 這樣你以後還想跟AI競爭嗎 你應該知道不要找這種工作了 找別的工作 人家24小時都不喊累 我們8小時就說 勞基法規定8小時 OK